自从交易来葛瑞芬之后,活塞就为常败战滋味,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自从得到明星大前锋干篮哥葛瑞芬,Blake Griffin后,活塞就不知败战滋味,准备开始冲击季后赛,今天在主场又以115比109击败篮网,拿下这场比赛后,活塞也从第九升到第八,几下七六人。 得到葛瑞芬之后,势如破竹的活塞,在今日赛前就已拿下次连胜,今天对上难缠着篮网,手节就虽篮网被打出一波11比5的攻势,不过靠着抓猛,卓蒙德,Enter Drummond,在景区的优势,活塞先将比数扳平并超前,第一节以26比21领先。 卓蒙德今天一个人就抓下27个篮板,法新社。 刺杰两队战况人焦灼,最后3,7秒时,卡罗,Mark Harrell靠着三分打,助篮网将比分追平,不过活塞却不肯错过最后的进攻机会。 史密斯,石密斯,石密斯,命中压哨三分,让活塞在上半场,打完人保持领先。 一篮后,听为敌, Spencer Dinwiddie,先投进一颗三分球,再度追平两队比数,篮网不断从三分外线出手,不过命中率人不高,一度让活塞扩大领先来到双位数。 不过在节末活塞的火力也渐歇,第三节打完活塞以6分领先。 而到了关键的最末节,篮网靠着克拉布,Allen Craver爆发单写狂飙16分,助篮网将比分追到仅剩三分之差,不过葛瑞芬再度发挥他的价值。 一口气连拿5分,殿下胜机,最终活塞就以115比106击败篮网,吸赢交易来葛瑞芬后得5连胜。 篮网克拉布砍下34分,法新社,葛瑞芬,法新社。 活塞此一战胜后就几下76人杀进东岸八强,抓某着萌的一个人就抓下27个篮板拿下17分。 葛瑞芬角出全队最高的25分和7次助攻S。 强森Stanley Johnson则易住19分。 苦吞四连败的篮网队。 克拉布三分球14投6中,得到34分表现最为亮眼。 卡罗听为敌也都分别较出双十的成绩,可惜后继无力最后人不低活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